1948年10月12日 和殷亲的妹夫 时任视察官的网点则从葫芦岛发报吐槽 至于为何战力薄落 以及战力薄落体现在那些地方 时任督战员的罗奇 在1948年11月12日 成交了锦湖兵团东晋作战 经过盖要于检讨的检讨 开宗民意先上结论 在我军方面对X4军兵力与阵地编程军 由此义正战略上之缺点 绝非战斗战术所可补救也 X4纵队 攻势坚强 54军对当面X4军之攻势 及兵力与阵地编程 未能详细侦查 至我攻击部署无所依据 为此次锦湖兵团作战指导中之遗憾 需战时左纵队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攻击 颇闲不当 足置牺牲虽大人未能奏攻 为此次最大缺点 至各级指挥多因指挥官多欠果断 更以指挥技术低能碎制一师战机 各部队因过去不常在一个战场作战 故协同与联络均多缺憾 其贤者之力 如15日95低攻占塔山后 两侧部队及第二线兵团未能利用以扩张战果 有不炮、不空、海陆空三方面之协同意欠确实 至未收良好之战果 身为可惜 凉弹补给大致上称圆滑 为对副石与马末等献品之补给 慎欠周到 以致马罗厄弊 士兵营养不足 于战斗精神颇有影响 事先毫无准备 以致所有伤患几致乏人过问 影响是弃义不少 东北X军因装备之逐次改善 其战力显见加强而战斗纪律亦是严明 2.X匪军防御阵地其火力之配备与编程 射界不求广阔 为求严密 掩体力求隐蔽 由以副防御特助一铁丝网之购置 多不讲究形式 多违面的设置 使我破坏困难 3.X对阵地守备 多编为火力与突击两组 其火力组为轻重机枪 突击力为步枪兵 而预备对之使用多以营为单位 编程强大之逆袭部队 行阵地内逆袭以确保阵地 4.X炮兵射击精准 步炮协同尤为良好 5.X公式构筑善能利用地形 2.X公式构筑善能利用地形 也是对比较防御特晓